學長 主題 下面第四條 就是說你是專門 都在收這個月刀 做一個副刀 那麼專門都收月刀道 然後堅定在月刀道上 這個就是番茄 頭前那條說你寫起落合 都在學別做法 那是講你不一定是承擔 有可能說你認為我好來學別做法 看重來要來揭別做 你自己喚基本的騎無姿 所以要學外殼的 那也是不對 雖然你不一定貪得到 不過這個觀念 自己緊急要打好運 那麼比較有本事去學這些 外德的理論 那麼這裡 就是說你完全 菩薩法都不開心了 那麼你認為外德法 比較舒服 那麼這個呢 就是犯改 欲主菩薩 安主菩薩 正解禄疑 我菩薩法 依依德倫 劇主外倫 研究善喚 親心保安 愛偶未中 非如心欲二十金子 世明悠煩 優秀為我 世漸為煩 那麼今天 你如果是做為一個菩薩 那麼做菩薩呢 你就要好好學習這個菩薩法 如果你是為悲 那些菩薩的橋 這條路呢 我給你遇過 這條路呢 我給你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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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遇過八條 遇過三條 遇過三條路呢 就是伊德倫 還有這麼種種的五條論 你自己的路不疼 遇過我去怕八條 那麼 你對五條的論 你去研究 你去尋求 那麼 因為你研究 你學習 你這條性格 這個五條法 理論的你都通達 很厲害 他的道理呢 我都完全了解 這條性格 我對八條法的有體育 有這種的體育 八條法在說什麼 那麼 他是怎麼來的 有種種 我這條性格 不過最反 有話在說什麼都不知道 那麼你對八條法的 潛心保安 就是說你的心 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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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八條法 那麼你保安 跟動作保安 一樣 那麼 像這個七頭麵 這個孩子 愛這個七頭麵 那麼 拿在手裡面 一直玩一直玩 這個就是 玩 七頭的意思 那麼你把動作保安 那麼呢 很像保安 跟保佩一樣 跟保佩一樣 和修好 好 這樣 突然 就拿起來看看 拿起來研究 拿起來 拿起來 這個 學習 那麼 愛 偶 味道 真 愛 學 這個 外套法 那麼 探究 認為這個 好像 很有煮味這樣 像在吃食物一樣 很有煮味 想要一直吃 今天 你認為外套法 是一個報 要一直學習這樣 然後 非如 心 肉 就不像 這個 你對它 沒有用這種 觀念 來看待 這個 心 肉 這個 肉 是很苦 很不好吃 所以 就是心 肉 我們人 吃肉 為什麼 沒有人要吃肉 誰 誰人 很幸福吃肉 肉 很苦 你說這個 中藥 轉到這樣 很苦 你沒有配的東西 吃不下去 那麼 為什麼要吃 就是因為 有飯 有飯 不吃不可以 吃肉的觀念就是這樣 不是說 把動作 動作一個 很好吃的東西 一直吃一直吃 相信沒有人這樣 那麼我們吃肉的態度 就是這樣 今天去學 外套法 也是一樣 這個外套法 其實 沒有利益 沒有好處 那麼 為什麼要學 因為 沒有學不行 今天 補三 他沒有學外套法 他將來 就沒辦法 來 破 這個外套 來救 這個外套 所以他本身 並不是很愛餓 不過 他為了要求這個外套 要利益重生 所以 他沒有餓不行 他在餓的時候 應該要動作 吃 油一樣 這油很苦吃 吃得很苦 不過 對身體有幫助 所以 沒有吃不行 一定要吃 今天 我要學 這個外套法 就是 因為 將來 可以利益重生 如果說這個東西 我學了 沒辦法利益重生 那麼 也不用 所以 我們應該 要有這種 觀念 比較強 不過今天 你不是 因為 你動作外套法 是 用 用 對台 所以 你就不會有這種 觀念 覺得不可以 因為 你本身 是很高興 所以 沒有動作 後 一味 要親近 要學習 這個外套法 那麼 這個 就有 為 犯到 菩薩 法 這種 犯 是 悟念 的心 來犯 怎麼說悟念 因為 他才說 親心不願 愛 偶 味道 那麼這個 就不對 這個就是 悟念的心 來犯 所以 這是犯 慣 那麼 下面 第五條 這個 第五條 就是說 你對 有 心情的 犯 這個 心情的 犯 你不想相信 因為 地灰 不夠 那麼 地灰 不夠 沒有了解 這個 你又不想相信 這個 就是犯到 菩薩 欲主菩薩 安主菩薩 正解 六義 文菩薩 中 伊深深處 醉 性深深 真實 法義 主佛菩薩 難受 心力 不生 心解 正背 非奉 不靈音 疑 不靈音 法 非如來算 不靈利益 安禄 優情 世面 優煩 優秀為何 世面 優煩 就是說 今天 你作為一個菩薩 有可能說 你過去 沒聽 文貴 這個菩薩法 心情的 父煩 你沒聽過 或是說 你是一個祖客 剛才在學生而已 所以 很多道理 都不知道 那麼你對有這個 心情的優秀 心情的優秀 是什麼 就是 經典 這個 大神 菩薩宗的經典 佛公的這些 大神經 那麼 這個是 文義義元的 所在 佛法 就是 經固 這個道理 經固這個所在 來去理解的 所以 叫做 心情處 這個是文 文義義元的 佛法 就是我們看的 經典 那麼 最性心情 就是義 道理 這個道理 就是 真實的 法義 叫做 最性心情 那麼 那麼 這種的 道理 怎麼說 叫做 最性呢 因為 它是 佛菩薩 無分別地 才可以 了解 境界 所以 叫做 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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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種的 境界 唯獨 佛菩薩 它的無分別地 才可以 照顧 那麼 心情呢 這種的道理 都很親 它 萬里 幼 萬里 飛幼 幼 它也不得 那麼 飛幼 它也不得 叫做 心情 我們說這個法 一切法 在我們這個 這部論 尉色的 法門 說一個 這個 家元 家明 主性 還有一個 離元 主性 旁沒有 我們學習這個威識項 說一個片桂書籍 一個伊塔基 一個完成式 一個叫三星 那麼這個三星的範的基準 要分別的位就是分成這兩個嘉明的組成 還有一個是理言的組成 這個嘉明的組成怎麼說 就是文義理言所標露的法 那麼叫做嘉明組成 那麼簡單說就是片桂書籍 今天有這種因緣這個法寫出來 那麼當這個法寫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一個名言 我們給他一個名言的時候 按立一個名稱 然後我們經過這個名稱來分別 來修緯 譬如說頭前我們看到有一個法寫 那麼南宮教有一個法寫 有這個名稱 那麼有一所表現的這個法寫的這個境 有靈表現的有所表現的 靈表現的就是文義理言 那麼所表現的就是這個境界 那麼當這兩種生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文義理言 當我們心看到 有這種的分別 才有這種非常在這裡 還是說才有這間房子在這裡 才有這個桌子 才有這個人在這裡 那麼我們就認為說 親像我們心所想的一樣 真實是有的 這種非常是真實是有的 那麼這種種呢 都其實都是嘉明的組成 那這種的組成來說呢 是唯獨明清而已 那麼你所看到的境 其實也沒有的 怎麼說沒有 明明這個腹上就在頭前 怎麼說沒有 它真實的部分 其實你看不到 怎麼說看不到 我們說伊塔基 伊塔基法 跟這個原生是法 這兩種法是理言的 理言組成 那麼 編級的所謂 是嘉明組成 編級它需要 這個文義理言 來分別 比較有 不過呢 這個伊塔基法 就是因緣合合 由後來壓制的經濟 合合後 所生出來的法 因緣所生的法 其實它是理言的 這當中沒有明言 所以當你有明言去分別 去觀察的時候 你所看到的 不是那件事 因緣合合所生出來的法 你所看到的 不是那件 為什麽 因為你心在分別的時候 是代有明言 在分別的 所以你看到 唯獨是它的音 像 比如說 今天伊塔基 它 它找下來 這個一公 找下來 那麼找一張 手 這個肚子 就有一個音 那麼它的本體 本體是這張手 手 你能夠譬如說 伊塔基 但是找下來 當下 肚子有一個音 那個音 就是 偏雞 但是偏雞 這個偏雞 是緊固什麽回來的 這個音 上 肚子有這個音 是緊固這張手 如果沒有這個手 當然 就沒有這個音 那不是 我們只能看到那個音 沒有看到它的本體 因為我們在分別的時候 代有明言 所以它本體是離明言 離開這個文技技言 來標路的 那麼你如果用明言 要把它分別 其實你是 沒辦法照見到那個部分 那麼像 热台成輪又說一個 比例 他說 這個肚子 有一個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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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肚子 那麼 你因為那時候 這個 沒有什麼肚子 這個 家裡 暗暗 那麼那肚子 放到肚子 你哪有那個側角 你把它當作爪 你看到那裡 你以為 你看到爪 你就看到一條 這條爪在那裡 那麼你的心 這樣想說 頭前有一個爪 那麼你的心 就有這種的分別 那裡有一個爪 這個爪 這個文技 這個名言 就有 那麼也有標識的那個影像 因為你看到的是一個爪 那麼在負貓來說 這都是沒有的 文技技研 也是無所有 是空的 那麼那位爪 也是空的 所以這叫做 非優 就是沒有 那麼這都是偏激線 你所看到的那個爪 其實那裡沒有一個爪在那裡 不過你有看到爪 那個爪是什麼 這是那條繩子的硬上 那麼你想說那裡有一個爪 你的心這樣分別 那麼你也看到那個那個爪 屬性的 要說你有看到嗎?你有看到 不過那不是,那是硬上 那麼以前就是什麼 那條繩子而已 那麼爪是怎麼來的? 爪是堅固那條繩子 如果沒有那條繩子 當然你就不會分別說那裡有一個爪 所以 文義義言,這個名言 它需要 它怎麼安立的 這個繩子頂上 還有這個繩子的名稱 怎麼來的?就是因為有 那裡的繩子 所以這個繩子 你不能說它是空的 它是幽的 它是幽的 它是因緣所生合 所生的法 因緣合合所生的法 所以是有 繩子是有 但是爪 你看到那裡的爪 屬性是沒有 它是這條繩子的影響 所以這是 那裡的一條繩子 有說這條繩子 有說這條繩子的 一條繩子的 那麼我們繩子也是一樣 你看到一切繩子 其實 都看到影響而已 比如說你身邊這個人 你覺得說我看到這個人 不過你看到的 不是 因緣所生的 這個 實體上 在那裡 你看到的是 經過你身邊的分變 那麼一旦 如果經過你身邊的分變 你所看到的 都總是 可以說 就是這個 影響而已 那麼在 這個圍石下還有說 這個 情縮炎 還有這個 縮縮炎 然後 這個瘦煙煙的就是外境叫做瘦煙煙 瘦煙的這個因緣 因為我們心要生出來 一定要有一個外境 你的心比較有辦法生起來分別 所以叫做瘦煙煙 那麼瘦煙煙是要分成這兩種 輕瘦煙還有瘦瘦煙 這個瘦就是攪親對焦 你其實是我們的心所分別的對焦 你認為你看到那個人 其實不是你看到那個人 是在你的心生出來的時候 當下你的內心本身顯出一個影像出來 那麼你記到的是記到那個影像而已 你不是真心看到那個人 所以你所看到的是這個輕瘦煙 是你內心自己變出來的影像 但是你要變什麼變 就是有一個瘦煙 就是有這個因緣縮性的法 那個人他也是一個胸部體 他就是實在在因緣縮性 所以生出來在你的面前 但是你不是看到它 你看到的是你內心所變出來的影像 就好比說我們的照鏡一樣 有一個實質的本質 還有呢 經過這個鏡所照到之後 又在鏡裡面有一個影像走出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的心 簡單來說 就是都盤連到一切法的影像 不是看到它的本質 那麼本質就是因緣縮性的法 因緣縮性法就是伊塔基 那麼伊塔基呢 是離開明言的 它是離開明言的 它沒辦法用文義義言 沒辦法用明言去把它標示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心 有一個影像而已 經過你分別後的影像 那麼這個影像 蓋這個明言的 靈分別的心 那個明言 你說這裡有一間廚 其實你有看到一間廚 那麼有一個廚 這個明言 那個文義 看見到那個廚 那個影像 在復法來說 都是要健康的 都是沒有的 不是真實有的 它是 一個影像而已 本身是都沒有的 叫做無 不過呢 他們這兩個東西 所遺跡的那個因緣縮性的法 確實有一個廚 它是因緣縮性法 所變現的 那麼那個叫做伊塔基 伊塔基呢 你不能說無 它是有的 就是因為有這個法 所以呢 你比較有這個明言 去按立 那麼今天 什麼是 心情呢 當你 將這個 油跟無 完全破掉 完全完理 所證到的 完生實相 那麼 完理油 完理非油 在完生實相當中 離開 偏價值 也沒有伊塔基 這完全呢 都完理 這個呢 叫做心情 因為它沒有安立 沒有免現 沒有對待 那麼這叫做心情 這種的心情呢 怎麼說作性 因為呢 它為毒 只有無分別 可以來照見 那有分別的 就看不到 因為呢 有分別 你就更 流執 不是伊塔基 就是偏價值 那麼 我們人的 反乎的分別 就是 唯獨 只看到 這個偏價值 你只看得到 嚴重而已 只看得到 文義 議言 名言而已 所以呢 都沒有失 但是呢 如果呢 如果是菩薩 他的無分別 照得地 他也是有分別 那時候呢 他就是 可以照見到伊塔基 他所看到的 就不是嚴重 所以這都是有分別的 當無分別的境界 無分別的地匪 所忌的 真實的疑 這個就是 萬性性 萬性性的 萬里悠 萬里悔悠 所以呢 我們就是這樣 你看到 你覺得說 我看到一個人 比如說 我看到在座主委 其實在座主委呢 你們本身 因人所生的 你們 個人 都是這樣 變現的 不過你們變現的 這個本身 其實我看不到 那麼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 我內心自己變的 一個影響而已 因為我看到 大家的時候 我認為 每一個人 南鄉 魯鄉 在家出家 還有個人 有個人的名稱 還有個人的 所穿的衣服 又不一樣 年紀又不一樣 因為我的心 在分別的時候 就有這些 種種的夢想 所以我看到的 其實 是夢想所帶的 一個影響而已 你的本質 我看不到 因為你的影響所生的法 你生出來的時候 是離開病原的 病沒有代病原 那麼這部分 我看不到 但是呢 如果離開這個影響所生的法 這個影響也沒有 簡單說就是這樣 就像說 手子如果沒有的話 日頭照 那就沒有影響 那麼影響是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手子 比較有影響 那麼我們照鏡也是一樣 為什麼鏡裡面 有一個影響在那裡 就是因為 你人們站在臉前 去照這個鏡 裡面比較有影響走出來 所以這個伊塔基 跟片價值 他們的關係就是這樣 一個本質 一個影響 那麼我們看到 永遠都是影響而已 所以都是希望的分別 都是不實在 都是必健康的 我們就是 就是 將來如果我們要受慰習慣的 就是都靠這個觀察 可以破掉你的 這個煩惱 破掉你的這個射件 這些希望的分別 那麼今天 如果你們對有這個神秦祖 就是這個大神經典 大神經典 都有說這些道理 那麼 他說出來 這些最親的道理 你沒辦法理解 沒辦法生氣這個信概 再來呢 還有一個主佛菩薩的南蘇的神力 主佛菩薩 他們的神通力 這個神是什麼意思 神 不可思議叫做神 不可思議的力量 那麼叫做神力 這種的神力 讓你想不到 讓你不能去想 那麼在論裡面 這邊有說三種的神力 要喧嚴 這個祖佛菩薩 有这三种不可思议的威力 那么这个叫做心力 是第一个心境心变 这个心境心变的 当然这是变法 心变的就是变法 不可思议的变法 那么怎么说叫做心境 这种的境 这种的境是不可思议 那么就是心足通 心足通叫做心境心变 那么为什么有这种的威力 当佛菩萨实现这个心足通的时候 它可以向佛众生 佛众生对佛菩萨会有信心 所以它有这种的威力 那么简单说 这个就是心足通 那么技术心变的 技术的就是他心通 比如说你的人 你这个人你有什么样的 筋肌 你有什么样的个性 你有什么样的烦恼 你有什么样的烦恼 你是顿筋的 还是理筋的 你的烦恼对一种较大 亲的烦恼较大 还是他们的烦恼较大 各种 还有你当时可以成就 你的印象是怎样 那么佛菩萨因为他心通的威力 他都可以了解 这种叫做技术 可以跟你个别 你这个人是怎样 那么你这个人是怎样 个别跟你分类出来 那么第三 这个告解的心变 这个就是无劳 我们说老人通 那么怎么说 这个告解 就是当佛菩萨了解 你的禁忌 你的烦恼 了解 那么他可以兼顾 这点 公出 随顺利 适合你的护法 那么来给你 教育用 他要跟你说法 要评论什么 当然就是这个老人通 在六种的心通来面 就是老人通 那么 如果用六通来说 这个告解的心变 就是老人通 那么 技术心变的 就是他心通 那么其他那四种 都可以说 心境 心变 所以 本来有这三种的威力 他要来度重生 要来利益重生 就是可这 可这三种 那么今天 因为你是一个 粗粗 学习不法 你不单对大乡的法议 没办法理解 你对佛菩萨这种的 为敌 不可思议的 心通灵 你也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后 你怎么对这个 没信心 没相信 那么没相信后 你就会被吹奉 对这种的法 对这种的心灵 你就不愿意 那么 背向他 然后 再来吹奉 吹奉 吹奉怎么 说这 都没有意义 不能因得 我们重生 这条理役 那么这 也不能因得出 政法 这些都没有下力 这些大乡父法 这些佛菩萨的 不可思议的 这些为敌力 这些都没有意义 对中生 没有帮助 那么 也不是政法 这些都不是 如来所说的 这些不是佛说的 佛没说这种 因为他没办法理解 佛菩萨这些 这不是佛说的 佛有说 不过 他听不懂 所以人为说佛没说这样 那么因为就是 不是佛说的 所以 这种的 心灵的法 还有佛菩萨这些 为敌的力量 这些都没办法理应 暗禄重生 那么这个就是 佛菩萨的 内容 不良因疑 不良因法 非如来算 不良利益 暗禄状情 那么为什么 会这样佛菩萨 就是因为 你自己没办法理解 这种的道理 很高清 那么你没办法理解 所以就有这种 非奉 那么这种非奉的 行为 就有犯到 佛菩萨 这种犯的 当然是 有点心来犯解 就没 都不对 是有犯到的 那么如是 非奉 削油 阻力 非力 阻异 削水 顺他 二 俗 四 算 那么这种 非奉 是由 经过 什么样的 状行来 非奉的 有两种 第一种 就是因为 你自己的 内心 有非力 阻异 非力 就是 不如力 你最初 当然 你学习 这个法 了解 那么你去 策略 不想随随 这个 道理 来去 受委 观察 那么你用过去 种种的 无名 种种的 梦想 来去 分辨 这种 心情的 道理 所以呢 就没随随 没随随 你就没法理解 然后呢 就来诽谤 第二 就是随随 别人这样说 就是说 你连研究 就没研究 连观察 就没观察 那么 人们说 这个大乡 不是佛说的 你听到 你就对人 这样说 还是说 佛的心通 都骗人 都没研究 那么你听人 说了 你就对他这样说 一开始 一开始 头一的 你有可能会去想 看看 晚上就是因为 没有那个 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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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到那裡 想不出来 才来诽谤 第二的就是 听人家说 人家这样说 你就这样说 所以诽谤 的 来源 就是 这两种 欲主菩萨 安主菩萨 清解六意 欲文 心清 醉心清除 心不心解 菩萨 你是 应共心修 应不天窮 应如是客 莫为悔善 梦不悔报 倚如来 难 水 座 算 算 倚如来 力 异 荺 与 怯善 悔报 那么今天的 如果 你作为一个菩萨 那么你就想菩萨 改了 今天 有这种的音源 会可以去听得到 心清 作的心清族 就是 你去听到 這個大乘佛經 這個大乘佛法 還有佛法所把我們解釋出來 這個最新的動力 這個 主法必健康是不新的動力 那麼你聽到之後 你的心裡沒辦法信感 你聽不懂 所以說我們如果聽有 原來佛法說的動力這樣 我聽有 那麼我們可以相信 可以理解 結果因為你聽不懂 聽不懂要怎樣 你沒辦法去體會到 那種的動力 心沒辦法信感 不可以相信 不可以去理解 那麼要怎樣 這時候你應該要勉強接受 我聽不懂 沒關係 不過我相信 我勉強自己去相信 我勉強自己去相信 然後不要有這個 添協 添協就是說 你表面上這樣 不過內心不是 這種就是沒有失 我雖然說我相信相信 不過內心實在是沒有相信的 但是真的這樣 內心不相信 但是你條件表現出來說 對 這個動力要這樣定 這個就是違背你的心 心跟你的外表表現出來 不一樣 這個叫添協 那麼我們不應該要這樣 我聽不懂 我勉強自己 我要接受這個動力 我要相信 這種動力 是對的 我要相信 我這樣 我這樣 認為 要這樣 認同 也不可以說 也不可以說 雖然說我認同 但是我內心一樣 沒有在相信這個 也不可以有這種心態 那麼我們應該要這樣去學習 會面這段 就是我們要有這種心念 就是我為非選 我呢 實在呢 很不對 很不得好 很不得好 怎麼說非選 我如果不相信 會 其實呢 這就是將來 我們對佛法 不太相信 本身對我們都沒有利益 都是不對的 如果我再去誘捧 那麼 會接觸到 有很大的欺騷 會去奉法的位 那麼這將來 下長的都很不得好 所以呢 今天我沒有這麼性感 實在是 我自己 很不得好 我的 體育 我的胳膊 我的欺騷 種種 實在都 告白 所以讓我 聽到聽到 沒有 沒辦法 去思議 去觀察 所以 你呢 沒有為 非選 那麼 親像 麥酒 切莓一樣 麥酒 切莓呢 你如果看不到 外面 什麼事情 你都不知道 那麼今天呢 你沒有這個 火木 沒有這個 滴火 的這個 麥酒 滴火就是麥酒 有滴火呢 那麼你可以看清 一切的修理 今天呢 雖然說有這個 滴火 但是呢 就清楚切莓一樣 滴火 真實上 我就是看不到 滴火必健康 這麼高清的 我就是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這個 滴火 就是滴火 滴火的滴我都沒有 所以呢 我一樣 在那個無邊 黑暗裡面 清楚看不到 那麼 那麼對這個 這個 RF 如來感 隨所順順 什麼叫做如來感 如來感就是佛感 也可以說叫做政法感 政法就是感 佛出現在世間裡 那麼它隨順重生 今天這個重生 它有這種的煩惱 所以我說這種的佛法 來加對地 這個就是對有如來感 因為為有如來感 它可以照顧重生 有這種的煩惱 那麼它的隨順 它的煩惱來算出來 這種的佛法 來夠用 所以如來感隨所算數 可以隨所算數 佛法的這個人的威動 就是如來 如來的佛感 它可以做到這件事 普通人沒辦法 你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那麼你過去無量夾以來 你有成就什麼生金 我不知道 我應該用什麼樣的辦法 幫助你直接跟它出 不知道 今天就像如來感 有這種的地位 它可以隨順重生的經濟 來算算 再來 對有如來 密疑的疑言 這個如來密疑 就是它說佛法裡面 頭前說這個隨順重生所說的 那是一個情形 那麼今天就是說 佛法它所說的法 當然它有 我們眾很多高清的得力 那麼那是另外的情形所說出來 佛它所說的不是隨順重生說 就是說真是法 那麼有時候說真是法 你沒辦法理解 那麼因為這真實的得力 它我們總體這個 文議議員裡面 那麼今天 我實在 非線 我的心都不對 那麼 也沒有這麼種種的地位 所以讓我去非奉 如來所說的法 那麼如來所說的法 我總共隔清的密疑 我都去非奉著 這就是自己主席就對了 我如果沒有這麼相信的位 那麼我應該要這樣去想 我就是 非線 不是線類 沒有滴非 所以 今天 這個粉 它隨順重生說出來的道理 再來呢 它呢 用它高清地位所說出來的 這麼深深的法義 這麼密疑 我呢 都沒辦法去理解 所以這樣都會想要去非奉 菩薩如是 你主持無地 擁退入來 以主付法 無不現地 現地 定屬於關鍵 那麼這段時間呢 我們 我們這個 作為菩薩呢 我們就要了解 我今天 是怎樣 就是主持無地 我就是無地 我都沒有了解這些道理 那麼我呢 無地非 對這些 革清的道理 對菩薩 主佛菩薩 不可思議的神通靈呢 我就是因為 無地非無地 所以呢 沒辦法去理解 那麼 用退入來 我將這種的境界 因為我是無地嘛 這種就 不是我可以去了解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撒給佛 退入佛 這種的 這種的 深深的境 深深的道理 唯獨 只有來而已 它可以在一切的佛法 可以來現地 現前的 可以來了解 這個無佛 兩人的 就不去了嘛 無佛現地 就是現地的意思 沒有一個 它沒有 沒有一個法 它沒有辦法去了解 那麼呢 你就是用這種的辦法 因為我無地嘛 我沒辦法理解 這種 深深的法義 所以 唯獨 如來 才可以了解 那麼 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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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這要怎麽說 一切法當然他都可以關鍵 平佛的地位 他高層的地位 他對有一切法 他沒有一個可以關鍵的 所以他平定 普遍上一切法 他都可以關鍵 再來怎麼說 衰關鍵的 就是說衰順重生 他的金基 或是說衰順某一個法 他也可以很微小 下去教鍵 那麽這種靈靈 就是佛比較有 我將這種事 這種境界 我退入佛 我殺給你 因為這不是我 這不是我可以發覺的 這種心情的境 不是我的境界 我看不到 所以我留給你 我殺給你 只有你 才可以教鍵 教鍵主法是最 所以我們就是 如果沒有辦法信解的位 我們就用這種的辦法 我 是悲傷的 我沒有體悲 所以 佛所說的法 我都沒有辦法去相信 沒有辦法去接受 那麽 有可能 心情這麼嚴重 有可能的悲捧 那麽今天我的這個 環境來說 我的心 就是因為無敵 所以這麽 那麽這種的境 不是我看得到的 那麽誰看得到 那麽誰看得到 只有佛看得到 那麽 那麽我沒有辦法揮捧 這麽事 不是沒有 這個心情的境 不是沒有 佛 佛 佛 不可思議的心統領 不是沒有 是有 只有他們看得到 我看得到 那麽是怎麽 因爲我的程度不夠 我是無敵 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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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正行 無所違反 如果妳如果是這樣 來跟 修緯的位 妳如果是這樣 學習的位 妳就無反 妳雖然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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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種心情的法 妳 沒有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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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 就是這樣 妳如果說 這件事 有 真的有 所以我又看不到 對不對 我又看不到 那真的有 那麽就會 虛諾 那麽有一種的人 就是說 那不是我的 我 我現在來說 我的 地位不夠兄 所以這件事 我雖然 無了解 不過 那是因為我自己無敵 那麽這種的人 他就不會去虛諾 所以在這裏來說 他就叫我們這樣學習 你對你無法理解的 得理 你不可以說 這是沒有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確實的 你要這樣想 我是怎麽無法理解 因為我無地悔 這種法 就是佛的境界 當成佛的時候 就可以去了解 那麽 那麽不成佛之前 都無法理解 所以 我無法理解 你如果這樣學習的位 你就不會去奉法 不會聽人家說 一些說 過去不太聽的事情 那麼就 參選這個議論 最後再來諮諾 你就是要這樣去學習 那麽這麽呢 就是這條解 以上五條 就是對有這個法 的角度來說 你要這樣下去學習 如果沒有 就是犯到菩薩界 那麽這種的解 就是會 障礙你的地緒 障礙你的生酒 發誓佛樂筆 今天 講到這裡 這樣子 1 1 1 2